我们接着要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问题 这个点重要性就比较低了 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简单的关注一下 理解一下这个原理即可 主要是把握一下法案人格否定 好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先介绍什么是股东的有限责任 那这个股东的有限责任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而言 就是以任脚的出资为限去承担这个公司的责任 那这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呢 他就是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的债务去承担责任的意思 好那这个都提到了认脚认购 这个所谓的认脚就是认可缴纳 那这个只是承认我最终会出这么多的钱 但是呢在这个公司办的时候 他可以没有实际的交上去 那这个认购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这个你要把握住的是他以出资为限 相当于这块的这个公司一旦拿他的财产还了债了 那你想一下这个出资肯定是涵盖在公司的财产当中了 那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股东的有限责任已经尽到了 所以后续的话我们这块的股东们就不需要再去另掏腰包了 好那有了这个想法 那现在的话再来说到的是法人人格否认的问题 说这个公司股东如果他在滥用公司的法人独立地位 股东的有限责任去逃避这个债务 那这个逃避债务是会影响到债权的利益的 那这种情况就不是按有限责任去对待了 那这个特殊的情况就得特殊对待 那承担的是连贷责任 好那这个怎么理解 大家来看一下这幅图 这幅图大家可以看到 这块这个债务抓住了这个股东的小脚 那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欠债了 公司欠债之后呢 股东把这个公司仅有的财产都给转移走了 比如说欠了一百万 那这块本来还有点钱 现在呢我们的股东把这些资产全部的都转移走了 那他打的是什么主意呢 他打的是反正公司是法人 他是独立的承担责任的 那大不了就破产 对吧 反正呢股东是有限责任 又不可能在追到这个股东的其他的财产身上 所以呢他就觉得无所谓啊 我把这个公司的财产一转移 哎你啊相应的要不到钱了 那不就也没招了吗 啊他打定的是这个主意 可是大家也明白你越是这么想 越是结果不可能如此的 所以法律发现有这种情况存在 你是刻意的在逃避债务 你这么一做那这块债权的利益就会受损的 所以呢确实正常情况下股东是有限责任 是不需要去领掏腰包的 可是你明明在滥用这个政策 那不好意思 你这块就不按有限责任去做处理 那这个债务就会抓住股东的脚 相当于股东就会承担连带责任 也就是追击到股东身上的意思 啊那这个就给大家解释清楚了 解释清楚之后呢 那现在就看一下我们常见的理由 常见的理由有些是横向的人格混同 啊有些是纵向的人格混同 好这个我们先从横向的讲起 横向的话呢是说到受同一母公司 或者控制人控制的数个公司 在财产业务人员方面有混同的现象 好那这块的话比如说 我们的这个甲和乙 都是受到这个A的控制的 啊都是受到A的控制的 那这块甲乙他们的财产啦 业务之类的都是混同的 那这块如果甲他有了这个债 哎还不了 那你想一下甲乙都是混在一起的 那他有债还不了 那这块就已来还呗 对吧你们都已经混在一起了 所以此处公司财产 易用于清偿其他公司债务 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横向人格混同 那什么是纵向的人格混同呢 那就是公司和他的股东 哎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母子公司之间 有财产业务人员方面的一个混同 比如说这块这个A 他呢是甲的这么一个啊 这个股东 A是甲的这么一个股东 那这块嗯也有可能 我们此处的A对甲投资 百分之六十啊也是一个股东啊 但是这块A就是一个母公司 甲就是一个子公司了 那如果A和甲在财产业务人员方面有混同 我们就称之为纵向人格混同 相当于我们已经分不清 哪块是股东的财产 哪块是公司的财产了 那像下面就是我们的九名纪要当中 所列视的人格混同的一些典型情境 我提到了九名纪要 这个是一个民事审判的规则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审判当中 经常会考虑这些因素 好但是我们从考试来看 其实还是不太爱考九名纪要的内容的 但是呢既然教材加了 我们就得看一下 因为这个出题老师的规律 我们是抓不住的 因为这几年始终都在证明 我们越想抓住它的规律 它越是不让我们抓住 所以呢我们就遵循它的游戏规则吧 这个我们就通看一下 先有点印象就行 那这个第一条就写到了股东 无偿使用公司资金或者财产的 关键词最后这句 你无偿使用无所谓 对吧你记账了 这块的话我们有反应也行 关键就是你根本没有做任何的财务积载 那不就混在一起了吗 那下面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 说股东用公司的资金去偿还股东的债 那不就乱了吗 对吧明明是股东的债 却拿公司的资金去还 那或者将公司的资金 共关联公司去无偿使用 最要命的就是它还不做财务记载 好所以这种就是人格混同的典型体现 或者是公司账簿和股东账簿不分 导致两块财产无法区分的 或者是他们各自的收益不加区分 那还有就是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的 由股东占有使用的 这些都是属于人格混同的体现 那一旦人格混同了 那这块你想一下 那这个公司一旦有债了 公司的这个财产和股东的财产又分不清 那这个时候股东就得对公司的行为负责呀 换言之这块的股东还能承担有限责任吗 那肯定不能承担有限责任了 这块的话就可以追击到股东身上 换言之股东承担的就是连带责任 所以弄清楚这种状况 股东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好那了解清楚了之后 我们有一个后续的小链接 是我们后续要讲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它的股东如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 独立于自个儿财产的相当于混同了 如果出现了混同的现象 那这个股东就得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那不就是再说一旦混同 我就不按有限责任去对待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了 好这个都说明白了 那这块整个的这个单元就完成了 其实整个这个单元 那难度大的肯定不在于我们的知识点二 肯定是知识点一 对吧知识点一那么庞杂 对吧这块最多的就是担保的内容 我们简单的去抓一些重点吧 好那这个投资的问题还好 就是考虑是谁去做决议 董事会股东会都是有可能的 都是有可能的 那到了担保这块的话 我们说重点要记的是这条 就是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去做担保 那这个必须开的是股东会 怎么通过 我下面也把关键词给大家列试了 出席其他表就全过班数 好然后这块的这个月权担保这个问题 你有看到 此处对于责任怎么去进行 我们是展开分为了债权善意 债权恶意两种情况的 那这个善意的话 公司是需要去承担担保责任的 那如果这块债权是恶意的 那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 可能会有赔偿责任 那这个善意与否怎么去界定 关键看的是债权对决议 有没有做形式上的审查 只是看形式上的审查 那那些什么法定代表人未遭了 或者说这个决议程序 违法了等等之类的 这些抗辩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然后再来看什么情况 无需审查 讲到了三个 那以及上市公司 还得多关注一样东西 就是你有没有关注 那个公开批诺的信息 好然后再分职机构的担保 分职机构的担保 同样是要看 他有没有这个背后决议的一个支持 所以我写到 是否经过股东会 或者董事会决议的支持 所以也是和我们上面的 有没有月权的那个看法是一样的 然后金融机构担保公司 会有一定的特殊规则 因为他那块就得看有没有授权了 好最后借款这块主要看 不得向董监高去提供借款这件事 最后到法人人格否认 法人人格否认 你得知道的是 我们的横向人格混同 纵向人格混同是怎么一回事 那一旦有人格混同 那就不是股东有限责任 而是按这个连带责任来进行处理了 其中最关键的几个 我都标注了小红旗了 所以按照这个小红旗 回去再加强一下记忆 好第一个单元呢 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好这块的话就得进入到第二个单元了 这个第二个单元就是在谈公司的设立问题了 好这个公司的设立 我们先从整体的设立制度说起 这个肯定就得做对比了 看一下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在设立的条件方面有什么不同之处 然后呢 设立阶段的一些债务问题 也是经常会涉及到客观题的 你得看清楚这个债务是合同之债 还是侵权之债 它的这个处理是会有差别的 好那现在的话 我们先说设立登记的效果 这个是一个设权登记 也就是说 这块登记了才会有权利去做 后续的一系列经营 那这个非经登记 公司不得成立 这块后续的一系列经营 也是不能够开展的 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解释吧 好然后呢 这个设立登记的申请者 我们教材呢 今年其实是删掉了这块内容的 他就觉得在我们的章节的各处 已经散落着这个知识点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整体的介绍给删掉了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放在一起 学一下不就OK了吗 后续就不用再展开了 好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表放在此处了 这个表大家可以看到 针对不同的公司 这个申请者不一样 如果是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 那是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 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员 去提出这个申请的 那这个说到的是代表或者是代理人 那这个国有独资呢 国有独资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去提这个申请 好到了股份有限公司 那就是董事会 其他的都好说 我觉得最主要记的是 股份有限公司 它的这个申请者是董事会 好然后再来说 我们今年教材有变动的位置 这个其实在讲我们的合伙企业时 就已经交代过了 那就是我们的登记事项 和备案事项的一个对比 所以这个既有可能 考在我们的合伙企业部分 也有可能考在我们的公司法部分 那这个无非就是对比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登记事项 登记事项 那这块像企业的名称 那这块到底是什么类型 是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得在登记当中写清楚 然后经营范围 住所 注册资本是多少 谁是法定代表人 然后呢 有限责任公司 得把那些股东的名字列示出来 股份有限公司呢 得把发起人的名字列示出来 这个股份有限公司 就不用列所有的股东了 那这个股东就太多了 对吧 所以这块只需要去列一下发起人 好然后对比一下 再来看我们的备案事项 备案事项 那这块有公司的章程 这个要做备案 然后又是经营期限 期限这个东西啊 它是不需要去做登记的 但是这块是放在了备案事项当中 那这个是有可能在我们的选项当中 涉及到的 然后具体这个股东发起人 他的这个出资情况 比如说认缴了多少 多长时间去缴清 然后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出 是货币啦 还是设备啦 还是知识产权 那把这些细节的交代 放在备案事项当中 然后就是董监高是谁 你看清楚 法定代表人是谁 是属于登记事项 但是董监高是谁 这个是备案事项 然后就是什么公司的登记联络员 公司的受益所有人 这些名字听起来就不太熟的 肯定是扔在备案事项当中的 好 那这个咱们都关注到了 那现在的这个成立日期 也是和我们前面讲的合伙企业一致的 这个还是看的营业执照的签发日 不是在说什么领取的日子 还有就是营业执照那块 营业执照我们有正本和副本 这个是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的 那这块有电子的营业执照 纸质的营业执照 也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的 然后就是我们前面 在讲合伙企业是说过的 那就是遗失或者毁坏了 这个是要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去申明作废的 如果完成了什么变更登记啦 注销登记撤销登记之类的 这个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得缴回来 所以这些都是营业执照的一些管理规则 然后包括撤销等级 变更等级 公司歇业 这些都是和合伙企业完全一致的 既然完全一致 我就没有必要再去唠叨一遍了 那这个大家就到手再回顾一下 合伙企业法当时的这个课件内容即可 好 那这个给大家都说清楚了啊 那接着就是细节的展开 那就是股费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 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条件了 我们先去讲股费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 那这个我们先关注设立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发起设立 一种是募集设立 这个发起设立 相当于就由那几个发起人 认购了公司应发行的全部股份了 比如说我们这块ABC三个 说要发起设立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那这三个人就把创办这个公司的所有股份 认购足就行了 那相当于这块的创立的时候 公司的股东就是发起人 就是这些个人 那这个和募集设立就不太一样 募集设立你会发现 发起人只是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 它相当于是一个带头大哥 那其他的股份要向社会公开募集 或者是向特定对象去做募集的 所以这个你会发现 他的这个股东就会有两拨人 除了发起人以外 还会有那些认购人 那些认购人往往就是那些社会公众之类的了 那这个发起人作为带头大哥 他是不能空手套白狼的 不能说我就出这个一分钱 那剩下来都你们出不行的 这块的话他们认购的股份 不少于股份总数的35% 注意这个很特殊的比例 35% 好 然后往下就是注册资本了 注册资本 那这块的话发起设立 那这个是我们的发钱去进行认购嘛 所以这个看的就是全体发钱认购的股本总额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募集设立 它就不一样 它不是看认购的 它看的是登记机关登记的十收股本总额 十收 这个其实道理也很好理解 你琢磨一下 这块募集设立 是要向社会公众去做募集的 社会公众 那些人 如果你和他说 分期 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呀 就是 后续再去找人的时候 找不见了 那这个钱就很难 把它都收回来了 对吧 所以这个干脆就规定先时收上来再去办公司 所以这个和发起设立就会很不一样 发起设立的话 只要你认可购买 你可以未来慢慢去出这个钱的 所以这块左半边的是可以分期的 右半边的募集设立是不能够分期的 所以这个得对比好 对比好了 那这块再来关注的是 有没有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的要求 我说的是 一般情况 没有 因为难免会有一些特殊的行业 对吧 如果你现在就是 办一个卖西瓜的公司 那没有人管你 对吧 这块的话 你说我们出这个50块钱 办一个公司行不行 可以的 你们自己接受就行 但是如果你现在 办的是一家银行 办的是一家保险公司 那不用你说 行业就会有要求 它这块就会有法定的 注册资本最低限的规定了 所以这个我只说一般情况 然后呢 出资期限 出资期限你会看到 发起设立的话 它是可分期 可分期 那具体首期出多少 那总共出多长时间 这个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这个是看公司张成怎么去写的 你们这个张成 如果写的是十年 那就按十年 写的是一年 那就一年 对吧 所以这个按张成 然后呢 发起人角足 认购之股份后 才可以依法向他人 去募集股份 那自然了 如果现在就向他人募集 那就不叫做发起设立了 那就叫募集设立了 对吧 所以这块既然叫发起设立 那就得等发起人角足之后 后续再去向他人募集 好 那这个咱们注意到了 现在再来说到的是 验资的要求 这个发起设立 无需验资 但是募集设立 是有验资的规定的 有验资的规定 那这个因为我们要实收上来 肯定要验证一下 这块这个出资 是不是有到位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细节的去描述一下 这个发起人的事 这个发起人是2到200人 2到200这个数字得记牢了 因为我们这边会不断的去 面对这个数字 其实我们前面讲合伙的时候 也有遇到过 普通合伙是两个以上 没有上限 那有限合伙呢 有限合伙是2到50 但是到这就变成2到200 这个还不是针对所有的股东的 它只是针对带头大哥 带头的发起人是2到200 好 然后呢 往下去读 说半数以上的发起人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这句话得读懂他 他有说半数以上的发起人 是中国国籍吗 没说 他没有谈国籍的事 是中国人外国人无所谓 但是半数以上的发起人 他得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那这个也不是看你有没有买房子 中国人也有很多的没买房子的 对吧 他是在研究你的习惯性居住地是不是在中国 也就是说 这块大于等于二分之一的发起人 得是习惯性居住地在中国的 然后呢 然后这块有说发起人非得是自然人吗 没说 自然人 这个组织都是有可能的 好 那这个咱们就给大家解读清楚了 解读清楚之后 下面就是这个章程怎么去形成 这个章程如果是发起设立 那是全体发起人共同制定 那如果是募集设立呢 募集设立也是谈到发起人制定 只不过会多一个流程 因为募集设立这块 我们还要看 其他的那些任国人的态度 那到哪看呢 那就得在创立大会上去看了 创立大会 这个是募集设立的特色性程序 所以先请记牢 只有我们的募集设立 才需要开创立大会 那这个创立大会上 我们得出席会议的任国人 所持表决权 过半数通过 好看一下 出席 表决权 过半数 三个条件 好 那这块的话 要相应的去对比一下 左半边直接就是 全体发起人共同制定就行了 右半边的除了发起人制定 还有这个创立大会通过的要求 然后这个张成对谁有约束力呢 应该说公司张成制定出来之后 对公司本身 对股东 对董建高 都是具有约束力的 但是他有说对实际控制人 有约束力吗 没说 因为大家也知道实际控制人 他并非股东 他和企业的关系 是一个间接的关系 往往是通过一些投资安排了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协议安排 相应的形成一个控制的关系的 所以这块的话 应该说我们的张成对他就没有约束力 所以干扰项 往往就是实际控制人 那这条给大家交代了 那现在就可以开始练题了 好 我们来练一道多选 说下列关于股份有限公司 发起设立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什么 A选项 需要半数以上的发起人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半数以上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对的 应当有二到二百的发起人 对的 然后注射资本 然后注射资本是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份总额 那立刻看一眼 它是发起设立还是募集设立呢 你看哦发起设立 那这个就不是实收了 应该看的是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总额 所以 C是错的 接着再来看这块的D 说发起人只能是中国公民 我们有说国籍的事吗 没说呀 所以这块D就是错误的了 所以本题正确的 那就是A项和B项 好 看完之后呢 我们接着进入到设立程序部分 进入到设立程序 我们的发起设立 募集设立 肯定在程序上有差别 我们先说左半边的 发起设立 我们先是签发钱的协议 那这几个发钱凑在一起 商量了一下 我们要办这个公司 那把这个协议签好 然后呢 我们是书面认购这个股份 认购就行了 然后你去出 这个按你的章程约定去出就行 没有说得全部的都出完 然后呢 选这个组织机构 那最起码得有董事会吧 要不然 后面怎么去申请设立登记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流程 那募集设立的话 我们确实一开始时 也是发起人签协议 然后发起人认购股份 但是紧接着就得公开去募集了 因为募集设立 肯定要向社会公众去做募集 或者向特定的对象去做募集 好募集完了 这块的这个钱都到位了 都实收上来了 我们才会开创立大会 所以后续我们会讲到 股款要缴组之后 才有创立大会这个流程 然后创立大会 决定要办这个公司了 那后续董事会申请设立登记 好 那这个相应的对比了一下 你就会发现 它确实是多了两步的 有这个募集的事 有这个创立大会的事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得把这个创立大会 给大家交代一下 创立大会 我们从召开的时间上来讲 它是要在 股款缴组之日起 三十日内去进行召开的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 要先缴组这个股款 之后再开这个创立大会 因为我们那个是实收的嘛 实收上来之后 才开这个创立大会的 三十日的时间 然后谁去主持 是发钱去进行主持 然后这个通知的话 得召开15日之前 去通知各任股人 并且予以公告 所以有一个15日之前通知的事 再一个是出席的要求 出席的要求 你看一眼 是代表股份总数 过半数的 发钱任股人出席 好 点几个小细节 第一个小细节就是 你别只盯着过半数 可能有些同学就记准了 大于二分之一 但是呢 这块不是看人头的 它看的是我们股份总数 有没有过半数 好 再一个 这块在统计的时候 不仅仅要算那些任股人 还得算发起人 所以总共统计在一起 这块要确定一下 是不是股份总数 过半数了 达到这个 这个会才能够开起来 否则根本开不起来 然后再来往下 就是这个表决 怎么去通过 那这个表决通过 就得经出席会议的任股人 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这个应该不陌生了 因为刚刚有讲过 那个章程的通过 不就是这项要求吗 出席表决权过半数 好 出席表决权过半数 同时得盯准了 他这块就没有再说发起人了 他只看的是任股人这块 对吧 是任股人这块够不够 出席表决权过半数 所以虽然他和刚刚那个 出席的要求一样 都说到了过半数 可是并不相同 一个针对的是发起人和任股人 一个针对的仅仅是任股人 再一个 刚刚那个说股份总数 过半数 是在代表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在全体的股东的基础之上的 而我们这呢 是在出席的基础之上来谈的 所以这块有两个小细节的这个差别 好 然后呢再来说 他这个创立大会可以做哪些事 这个可以做哪些事 一共有七条 第一条是审议发起人 关于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 就是看一看我们发起人 他筹办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然后呢就通过公司章程 然后选这些组织机构的成员 什么董事会成员啦 我们的这个监事会成员 然后再来对公司的设立费用 去做审核 还有就是对发起人 用于抵做股款的财产的 作价去做这个审核 好 注意看清楚 这块去进行审核的并不是那些认股人 抵做股款的财产 他是看发起人那块 发起人往往这个占的比例不小的 对不对 所以对他们的这个抵做股款的财产 怎么去作价的有一个审核的过程 然后呢可能遇到一些不可抗力 或者经营条件的一些重大变化 那比如说突然爆发疫情了 那现在的话就觉得目前这个形势办公司也不太好 那可能就做出不设立公司的决议了 那这个也完全是可以的 所以这块的括号七再说的就是 我们可能是通过创立大会 决定不办这个公司 这个也有可能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设立登记 刚刚不是已经选出了董事会了吗 那这块董事会就得在创立大会 结束后的三十日内申请设立登记 所以这块的话你会发现 它有两个三十日 这儿有个三十日 这儿也有个三十日 有两个过班数 这儿出席过班数 这儿通过也是过班数 还有个十五日的通知 所以都是一些时间性的规则 当然这块文字性的也有 那这个就是看你能记多少了 那这个在考的时候 也确实全面的去做考察了 那就像我们二一年的这道多选 它考的就是创立大会 它的职权范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A选项 审核发钱以外的认购人 用于这个底座股款的财产的这个评估作价 好 这个一看不对 为什么呢 刚刚给大家分析过 它不是看其他的认购人 用于底座股款的财产的这个作价问题 而是就盯准发起人的那个财产 所以这个针对的这个对象有问题 然后B选项 发生不可抗力直接影响公司设立的 可以做出不设立公司的决议 对的呀 然后呢 再来看C 是审核公司的设立费用 对的 选举监事会成员 对的 所以这块的话 我们最终就是排除了A选择BCD 说实在的考的挺细的 然后呢 再来看这道题 说的是下列关于股份有限公司 创立大会的说法中正确的是什么 A选项 创立大会应有过半数的发起人出席 方可举席 那这个是说到了过半数 可是呢 这块的话是过半数的发起人吗 那这个首先是发起人和认股人 对吧 这块的人首先就说错了 再一个是人头这块过半数吗 不是的呀 我们得是股份总数过半数 所以这块其实是有两个错处的 然后创立大会仅由发起人组成 那怎么可能 还有那些 我们参与这个募集设立的社会公众呢 也就是说有那些认股人存在呢 所以这块的B就是错误的了 接着再来看这块的C C的话是说到了通知的问题 说应当在创立大会召开十日前 将这个会议的日期通知各认股人 这块不是10日而是15日才对 所以C是错的 接着D选项 说这个发起人应当在股款角足之日起 30日内主持召开创立大会 这个召开的时间就没问题了 确实是股款角足30日 所以这道题要选正确的 那就应该是我们此处的D选项了 那应该说这个就把数字性的规则 都给大家考虑一遍了 好 这个都看完之后呢 下面就进入到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了 进入到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 这个先说到了股东 股东的人数 大家瞅一眼 不一样了吧 1到50 刚刚呢我们还沉浸在2到200当中 现在顿时变成了1到50 然后呢 这块的这个性质 是可以为自然人 还可以是法人组织 少一个顿号啊 法人组织 那说明这块法人是可以的 其他的组织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这块的这个 这个自然人办公司没问题 我们这边的公司办公司也没问题 那这块的合伙企业也同样可以办公司啊 所以这边的性质啊 大家注意到有这么几种情况 然后其中注册资本 哎他说到的是在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 认缴的出资额啊 那这个和前面讲那个发起设立差不多啊 说的是认缴 认可缴纳 哎既然是认可缴纳 那这个说明他可以现在没有实际交上来啊 可以未来慢慢去出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可分析 好然后呢又注意到 这块有没有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的规则呢 没有对吧 这块除非是法律行政法规 它有那种另做规定的情况啊 比如说针对特殊行业 它有另做规定的 那再重启规定 正常的话呢 是没有法定注册资本最低限的要求的 然后就是这块可以分期 可以分期 那一般也没有法定出资期限的要求 相当于多长时间去出这些钱 那你们是张承去做约定的 我们这块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啊 你张承说了三年出那就三年出啊 所以这个由公司张承规定 那再一个就是股东的出资是不需要去做验资的啊 所以这些看下来 哎你会感受到 其实现在办公司 无论是办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门槛都是极低的啊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门槛 哎你要想办就支持你去办啊 现在这个大环境也是支持你去创业的 对吧 所以啊 这块的话对于办公司 没有什么啊 这个实质性的限制性规定 好 那这个看到了之后 接着是公司张承 这个公司张承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下啊 你看这块有限责任公司 张承是股东共同去制定的啊 那这个国有独资呢 后面我们会讲到 要么是国资委去制定 哎 要么呢 是董事会制定好 然后报国资委去进行批准啊 前面这个定是决定的定子 后面这个董事会的制定是严子旁的定 所以这块他不是最终的拍板 最终的拍板还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啊 所以这个第二行你要看懂 他其实最终有决定权的是国资委 然后我们的一人有限 一人有限他这块就一个股东 所以就股东自己制定了 那股份有限公司 我今天有说过的啊 这个刚刚才谈到过 发钱去制定 但是如果牵扯到募集设立 就会多一个创立大会的通过问题 好 这个咱们都关注到了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稍微的做一个总结了 稍微的做一个总结 那这块像出资者的人数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归纳一下了 这个普通合伙是大于等于2 有限合伙是2到50 有限责任公司1到50 那这个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只能说他的发钱人数了 发钱人数是2到200 所以长得很像 但是各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济法的魅力之所在啊 那这个把我们虐的啊 这个不要不要的了 好 接着劳务这块 劳务这块的话 你会发现只能成为普通合伙人的出资方式 所以这块我们的第一个打勾了 第二个是有限合伙企当中的普通合伙人打勾了 剩下来的无论是有限合伙人还是股东都不可以拿劳务出资 然后关于法定出资资本最低限 正常都是没有的 然后这个出资期限 出资期限都没有法定的限制 除了一个那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募集设立 因为那个是不分期的啊 不分期的 所以这块的话 它是有期限的要求嘛 对不对 那这块不能分期嘛 剩下来的都是可以分期的啊 具体多长都是看什么协议啦 章程的这个约定了 好 那这些就通通给大家归纳清楚了 然后呢 有一个形态转变的事 那就是如果你从有限责任公司 变成了股份有限公司 那这个称之为变更公司形式 变更公司形式啊 首先得清楚 它是属于我们后面要讲的特别决一事项 特别决一事项 那这个就得开股东会 然后呢 开股东会 这块的要求是 代表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个关键词 代表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这个代表是指全体 以全体为基数 我们看表决权够不够 三分之二以上 这个得是大于等于三分之二的 好 这个先不着急去背啊 我们后面会专门的去总结 特别决一事项的 所以先有一定的印象吧 好 然后呢 这块去做变更 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 不得高于公司的净资产额 我们肯定是按净资产去折股的 对吧 按净资产去折股 所以这块折过去 肯定不能高于净资产额的 好 那这个都交代清楚了 那现在来练一道 09年的多选题 好 这个09年的多选题 说到的就是假有限责任公司 你变更为以股份有限公司 问的是下列说法当中 正确的有什么 好 A选项 这个假公司应当召开股东会 并获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这个我刚刚说了 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决一事项 那这个要开股东会没错 但是是一致同意吗 不是的 这块刚刚不是才说了吗 得是全体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所以这个A就是错误的了 接着再来看B 说在变更为以公司时 不得增加注册资本 你想增加想增资没问题啊 所以这块说不得 错 接着在变更为以公司时 折合的股本总额 不得高于公司的净资产额 这个是对的 最后呢 是以公司必须承担假公司的 所有债权债务 你只是变了一个形式 公司还是那个公司 那自然得去沉寂 原先的所有的债权债务了 所以这么一看 正确的就是C项和D项了 好 那这么一看 我们这块的有限责任公司 它怎么去设立 那咱们也就介绍清楚了 这个介绍清楚之后 再来看到的是 设立阶段的一些债务问题了 这个债务问题 我们先说合同之债 这个合同之债 大家得考虑 是以谁的名义去进行签订的 我们现在在设立公司的过程中 那这块比如说 我们是ABC 三个都为发起人 他们要创办这个假公司 现在呢 为了设立这个假公司 我们这块的这个A 它去签了一个合同 比如说和这块的以去签订了合同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个以后续去找人承担合同责任 到底找谁 好 比如说这块是一个租赁的合同 那现在这个租金谁来付 好 那这个大家看一下我们此处的说法 说法是相对人以 有权选择请求公司 或者是发钱去进行承担 那你心里就得想了 这块找发起人 为什么可以 因为合同是和他签的 对吧 是和A签的 所以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理 那这块肯定是可以去找A的 那这块找公司呢 找公司 最起码公司你得办成啊 办不成你找不了他 一旦办成了 肯定是可以找公司的 因为这块是为了设立公司 才去签的这么一个合同 好 所以我往下写了一个小提示 说无论公司是否成立 相对人均可以请求发钱承担 但是如果公司设立成功了 还可以再多一个选择 就是可以选择让公司去进行承担 好 所以现在我的问题来了 如果公司没办成功 那这块可不可以让ABC连带呢 能让ABC连带吗 你得回答我不行 这块的话不是连带的问题 这块的话就得考虑我们的合同是A钱的 所以基于合同的相对性 这块的E只能去找A 不能去让ABC连带 所以这一点的话会和我们后面要讲的侵权责任有差别的 所以这个大家看清楚 如果成立了 那这块可以找甲或者是找A 那未成立 只能找A 其实这个就是结论 好 接下来 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的下面一行 下面一行是发钱 以设立中的公司的名义去签 以设立中的公司的名义 相当于这块的这个C 我随便说一下C 它以设立中的公司 那这块就写假公司筹 往往对设立中的公司都会加一个筹字 那这边C以假公司筹的名义去签了这么一个合同了 那这块既然是假去签的 那基于合同的相对性 那肯定是公司去进行承受了 但是公司最终如果没有办成 没有办成 那这块的法律后果 也是发钱去进行承受 而且像我们这个例子 发钱是三个 那这个就应该是我们的ABC连带了 这种情况就是ABC连带 你不可能说这个是C签的吧 它不是以C的名义签的 对吧 它是以假的名义去签的 所以这块你再怎么说 合同的相对性原理 也应该是考虑找假 可是假又没有办成 没有办成 那就想假是谁办的 谁办的那是ABC办的 所以ABC连带 所以这么一个考虑 所以很容易弄错的 上下很容易混 所以大家呢 要把这块的这个结论给 相应的梳理清楚 所以相当于这儿成立了 是我们的这个假去进行承担 如果这块未成立 未成立那就应该是 ABC连带 是不是上下很不一样 好 那这个就给大家都梳理清楚了 然后呢 再来看到的是 设立公司失败了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那这个主要考虑到 我们设立公司的过程中 会有一定的这个债务 那比如说我们中间 去做一些资料的印刷 那会有一些印刷费之类的 好 那这个最终公司又没有办成 没有办成在对外来讲 那是发钱要对此负连带责任的 那这些印刷费 我们的发钱承担连带责任 好 然后对内这块的话 如果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是 那种印刷费 没有谁是责任人的问题 那就有约定案约定 没有约定案出资比例去进行承担 如果这块的话 出资比例也确定不了 那就平均的去进行负担 按照这么一个顺序 好 那如果这块有责任人呢 这边相应的这个费用 是个别的责任人造成的 那这个就可以让我们个别的责任人 自己去进行承担了 那相当于谁有错 就找谁去承担 好 那这个是我们所讲的第二点 然后再来看到我们这块的一个注意事项 说公司如果办不成 那个股款该怎么办 刚刚说的是费用该怎么去做处理 那这个股款呢 那这个股款肯定要退的 对吧 公司没办成 这个当初任务人交的那个股款 得退回去 而且这个得注意两个小细节 第一个小细节就是得加算利息 加算银行的同期存款利息 退回去 好 所以退的是本息合计数 然后对此发钱又是年代责任 公司没办成 那这块动不动就是发钱年代 好 这条OK了 下面再来说的是侵权之债 侵权之债 这个在讲的是发钱 因履行公司设立职责 造成他人损害的 比如说现在要办这个公司 我们在门口搭了一个类似于那种牌子 之后准备公司那个门头要贴上去 结果呢这个发钱 这个B他可能没注意 那这个牌子没装好 最后掉下来 砸到人了 砸到人了 那这个就会有侵权之债了 那这块 比如说把这个X给砸到了 那这个X到底找谁去承担责任呢 找谁去承担责任 那得看公司最终有没有半成 半成的话 那公司会吸收这个侵权之债的 所以这块的话就会由公司去进行承担 好 那如果公司未成立呢 未成立 注意 一旦未成立 那对外的时候还是连带 所以这块是ABC 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找谁都可以 但是回到家内部 那就找那个B去算账了 所以这块对内责任时 都是向有过错的发起人去进行追偿 但是我们考试 主要考的肯定是对外这块了 所以你得明白 这个公司半成 公司没半成 分别该怎么着 好 那这条我们就都给大家解释清楚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是事实上分为了三块 合同之债 侵权之债 还有就是 我们这块的这些费用的问题 该怎么去做处理 好 那现在17年的这道单选题 它说甲乙丙三个人 你设立一个有限的公司 在这个设立的过程中 甲呢搬运为这个公司购买的家具时 不慎将钉给撞伤了 那问的是这个侵权责任 该怎么去进行承担 好 这个很明显 侵权之债 又是在设立的过程中 那这个就得关注 公司最终有没有办成 好 这个公司未成立 未成立 那就应该是我们的发起人连带 所以这块是仅能着甲吗 错 这块应该是甲乙丙连带 好 那接着B选项 B选项说公司成立了 公司成立了 公司自动承受 对的 好 接着是C 公司未成立 是先着甲 不足部分 再由乙丙承担吗 这块是有这么一个先后的吗 没有先后 好 然后再来看到的是 无论公司是否成立 都是甲乙丙共同承担 不对 如果成立了 不是甲乙丙共同 就是找公司的 所以这个说法不对 最终这道题要找正确的 找正确的 那就应该是我们的2B选项了 好 那这题咱们就OK了 接着再来做一道16年的多选题 说这个甲乙丙丁 打算设立一家贸易公司 那委派这个丙 负责这个租赁仓库 供公司去使用 因为公司尚未成立 所以这个丙就顶着自己的名义 去合务签了这么一个合同了 好 那相当于以发钱的名义 为公司去订了合同 然后这块的合同义务 谁来承担 你看他都交代的很清楚的 问的是合同义务 这块如果贸易公司 未能成立 未能成立 那这块就只能找我们的合同相对人了 合同相对人 那这块不就是丙吗 所以可以请求丙承担合同义务 没错 接着再来看 贸易公司成立之后 这个物仍然可以找丙 是的呀 这块合同相对性的原理是不变的 所以找丙OK 然后成立后 这个物可以请求贸易公司去承担了 是的 这块找公司也行了 然后这块成立之后 只能请求贸易公司 这个过于绝对了 这个是公司或者是丙都能找的 所以本题要找正确的 那就应该是ABC三个选项 好 那接下来再来这道题 这道题说到的是贾易打算共同投资设立 丙公司 那这块约定好由义去担任法定代表人 那这个在公司设立的过程中 贾呢是以丙公司的名义 哎 你看清楚 这个时候是顶着公司的名义去签的 好 这个顶着公司的名义去签 那这块后来的情况是公司没有办成 没有办成立马反映过来 应该是发钱连带 对吧 那这块上欠定公司房租20万 问这个租金该怎么去进行清偿 那这个连带不就很容易选了吗 只有我们的递选项是连带的呀 哎 所以这题咱们就做出来了 做出来了 那意味着我们此处这个小点 也给大家都分析完了 那这个设立制度这块的话 应该说我们是给大家从三个角度 做了这么一个展开 一开始是给大家讲到了一个 整体的一个规则 对吧 那这个规则部分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要点 所以真正的内容是从股费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条件开始的 股费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 我们是分成了发起设立和募集设立两种情况的 然后呢 发起设立那块 我们就说到了 它看的是认购的 它看的不是像募集设立那样实收的 然后呢上面发起设立 它是可以分期的 可以分期的 而我们的募集设立呢 是不能分期的 然后还有发起设立这块 我们说到过它是不需要验子的 而募集设立有验子的要求 所以这些都是对着的 对吧 然后讲完之后呢 我们还说到了相应的这个发起人 它的人数要求是二到二百 然后半数以上在中国境内是有住所的 然后到有限责任公司这块 它只是啊 讲到了是注册资本为认缴的那个出资 认缴的这个出资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到了 没有法定注册资本最一线的要求 股东人数为一到五十人 就大体是这些 应该说 我们的这些规则的话 你一旦熟悉了 你就会发现它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所以你只是要把一些有特色的给专门的记住就行了 最后呢 就是再讲到我们的这些债务问题 这些债务的话 我们分成了三块 有讲到合同之债 有讲到了我们的侵权之债 还有公司啊 未成立时 它的一些这个债务问题 合同之债就得看 是以谁的名义 以发钱的名义 还是以公司的名义 如果以发钱的名义 这块啊 我们相应的发起人 肯定是能找的 公司什么时候能找呢 公司是成立的情况下才能找 好 然后这块 相应的这个 以公司的名义去签 那这个啊 正常都是找公司 正常都是找公司 但是 如果公司 未设立成功 那就是发起人 连带了 好 那这项有了 而侵权的话 对外的责任 我们考虑的是 公司 成还是没成 成的话 那就是找公司 未成的话 那这块又是发起人 连带 最后呢 就是再讲 我们这块 未成立时的 相应的费用的问题 对吧 股款的问题 股款就得退 加算这个利息 退还给我们的任股人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整个的 设立部分的 这些核心内容 就给大家交代清楚了 相当于一些制度性的 都已经说完了 然后 我们走了